傀儡国是什么 他们是受侵略或者外国势力控制 代表外国利益 内政外交军事均被外人把持的提现木偶 随着战争与冲突 许多傀儡国被建立又被推倒 他们为谁而生又为何而死 这是宾敦敦不定期更新的系列视频 傀儡国往事 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扶持了数个傀儡国伪政权 名曰以华制华战略 通过该战略来减小占领区的治理成本 那么诸多傀儡国中最著名的当属满洲国 那么除了满洲国之外 还有一个由少数民族主导的 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的傀儡国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 该国势力还与国民政府发生了正面战争 一度影响了北方局势 这个傀儡国就是蒙江联合自治政府 提到蒙古人勇猛飘翰 但是他们刻在灵魂里的注释 他们曾经建立起举世无双的庞大帝国 骑兵的铁骑驰骋在亚欧大陆上 让东西方各民族为之战利 蒙古族也因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邻 不过正如每一个看似不可一世的民族或者国家 将他们投入到历史长河中 无论多么耀眼的光辉也总是转瞬即逝 成吉思汗的丰功伪迹随着子孙的分裂化整为零 元朝虽然被推翻 但蒙古人的余威尚在 无论明清都未曾对其小事 尤其是清朝统治者 他们同样是少数民族入驻中原 深知静边的重要性 所以在清朝建立后 他们为了稳定边疆巩固统治 针对蒙古人制定了两大政策 满蒙联姻和蒙汉分治 满蒙联姻顾名思义就是鼓励满族人 和蒙古人的权贵阶层通婚 两边都是庆家的 那仗肯定打不起来 蒙汉分治也叫蒙晋 就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分开治理 不让汉人进入蒙古地界 也不让蒙古人随意踏入内地 这么做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为了保障蒙古人的自治权利 算是一种政治许诺 另一个目的是怕 汉人和蒙古人联合的过于紧密 容易出事 但是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 从康乾时代开始 中原人口急剧增长 再加之自然灾害频发 人多地少的这个人地矛盾 逐渐尖锐起来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猛进逐渐松口 我们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 指的就是这个内地汉民呢 突破猛进到口外谋生 这个口就是猛汉的界线 河北省的张家口成为东口 山西省的沙湖口成为西口 那么到了清末呢 由于蒙古地区人口减少 俄国势力不断渗透 加之列强的赔款条约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清朝决定开放猛进 放汉人去猛地啃荒经商 从而产生更多的水金 离猛地最近的省份 就是河北山西和陕西 山西俩东西特出名 一个是煤炭 另一个就是晋商 蒙古地区长期以游牧为主 商业一世淡国 信息也相对闭塞 晋商等内地商人过去之后 利用信息差和极强的商业能力碾压市场 兼并着大量的土地 完全控制了蒙古地区的贸易和金融 有些恶德商人则是大放高利贷 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普通牧民 许多人都背负了巨额债务 内地农民出口啃荒 也使得牧民们的放牧空间被压缩 财富集中在汉民手中 而作为统治者的满族 都统与地方官吏 势必对这些纳税大户有所偏袒 以上种种造成了蒙古人心背离 对中央政府日益不满 独立的情绪蔓延开来 清朝灭亡以后 国民政府走上历史舞台 还记得历史课文怎么教的吗 国民政府这个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方针是 驱除达鲁恢复中华 那么除了满族之外 蒙古族的王公贵族 也成为了国民政府针对的对象 另外皇帝被废 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 他们的大汗美了 因为清朝的皇帝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蒙古大汗 至此在蒙古内部 就已经产生了被分裂的条件 中国北方地区一直备受日本人关注 其一是因为战略资源丰富 其二是因为俄国盘踞在中国北方 为了防止俄国势力率先控制中国 日本需要与之竞争 清末史称远东大博弈的战略竞争 在东北亚展开 日俄在军事外交等领域全面对立 他们通过强权对东北亚各地方势力 与少数民族进行分化与控制 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傀儡国的祸根 也就此埋下 开头提到的满洲国 实际上就是日本经营东北多年的一个产物 因为蒙古和中央政府的 劣系逐步加深 俄国人看准时机 在1921年入侵了外蒙古 随着苏俄逐步控制俄国全境 其在蒙古扶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 发动革命 击退了沙俄白军 且驱逐了在蒙古的中国军队 全面倒向苏俄 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权力之前 身居蒙古高层的都是权贵阶级 他们与内地本来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带到蒙古人民革命党上台后 由于他们缺乏与内地交往的情感基础 而且他们是俄国利益的代言人 因此决定彻底斩断与中国的关系 走上独立的道路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因为中央政府正在北伐 所以同意了苏联在蒙古驻军 外蒙名义上还在版图内 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 对了很多人不知道外蒙和内蒙有没有区别 咱们看古代史的时候经常听两个地理概念 一个叫墨北 一个叫墨南 什么魏清祸去病把匈奴赶到墨北去 对吧 这个墨指的就是戈壁沙漠 从汉朝时期霍汉叶产于降汉开始 中央政权就开始了对墨南地区的控制 由汉人进入到墨南地区生活繁衍 那么到了清朝时候 墨南地区叫内扎萨蒙古 墨北地区叫外扎萨克蒙古 那个扎萨克是官名 省略道就是内蒙古外蒙古 你可以这么理解 大家都是蒙古族 但是聚若不同罢了 看到了外蒙古被苏俄拿下 日本非常着急 于是就开始对内蒙古耍心眼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省级行政单位 划分和现在不太一样 在现如今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在当时划分为三个省 查尔 隋远和热河 我们都听说过日本的大陆政策 征服满蒙 征服满蒙 1931年918事变爆发 日本关东军攻占中国东北 1932年韦满洲国就成立了 满拿下来了 接着就轮到蒙了 满洲国成立的时候有个大问题 就除了轴心国 世界各国 尤其是国民政府 完全就不承认这么个国家存在 所以日本认为 需要给国民政府一点压力 也顺便扩大满洲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在1933年 他们协同满洲国的伪军 进攻热河省 使称热河战役 守备热河省的是 东北军的汤玉林和张学良 那么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 我在以后满洲国这个节目里再展开 总之战役持续了 一跃有余 东北军全面溃败 退守平津 关外领土全部丧失 热河正式纳入到满洲国的版图 占领热河之后 日本继续向其图谋 燃指插哈尔 这个时候侵略者看到了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蒙古内部矛盾 内蒙古的王公贵族看到外蒙已经脱离了中央政府 也受到了泛蒙古主义的影响 向中央政府索要自治权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德木楚克洞鲁普也叫德王 中央政府在日本和蒙古贵族的压力下 于1934年4月批准建立了 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 这个德王就任秘书长 实际上主持政务 那么蒙政会成立以后 德王并不满足 继续与日本人勾连 妄图成立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的蒙古国 1936年德王成立蒙古军政府 在蒙古军成立大会上 他生情并茂的说 作为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子孙 誓愿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 收复蒙古固有疆土 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你这个架势是不是要反攻苏联 咱也不知道 总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这个伪政府招兵买马 迅速组织起了两支武装力量 一支就是正规军的蒙古军 另一支就是由山匪散兵组成的 大汉义军 据说加入大汉义军的 一个月给二两土烟 许多土匪就因此加入 你就想想战斗力能高到哪去 集合兵马之后 日本人开始策动蒙古军政府 对隋远发起进攻 实称隋远战役 上了年纪的朋友 可能还记得以前电视上播的 情深深与蒙蒙里面 就讲到了何书桓 为了忘记一平自告奋勇 去了隋远战役 这个前线当记者 后来杜菲和如平谁的都去了 还遭遇日本人 其实隋远战役 这个日军参战人数 一共就30人 基本都是顾问 前线基本都是蒙古军和大汉义军 不过我相信 蒙古军错人成日军也很正常 因为那个时候蒙古军身上穿的 完全就是日军的皮儿 属于高仿了 另一边呢 国民政府方面派出了副作义 率领着近系的近隋军迎战 不管是谁在打平安 我358团一定帮过场子 一个月打下来 大破蒙古军 百灵庙战役 重创所谓的大汉义军 德王的建国计划也随之打了水漂 那么进攻隋远无果 日军决定亲自动手 1937年策动了七七事变 沿平津进入华北 并向西分别占领了张家口和大统 成立了两个伪政府 名曰查南自治政府和近北自治政府 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重点管理呢 张家口是华北向西的要冲 交通关节 而大统呢 则是以煤矿文明的煤都 记得课本里讲过 那个詹天佑建设的那个金章铁路吧 张家口向东呢 可以直接连通北平 向西呢 可以连接大统 再往西就是包头了 包头是又有煤又有铁 那么这条线就是我们熟知的金包线 当然了 不管是蒙古军政府 还是这俩自治政府 日本人都派了顾问 直接控制着军政要务 1937年10月 德王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 定归随为首都 改名为后河浩特 也叫后河 知道这个哪了吧 就呼河浩特嘛 后河浩特 随后这个日军也成立了一支地方驻军 专门照顾这几个伪政府 名曰 驻蒙军 只属于大北宁管辖 这三个地方被日本人叫做蒙江地区 并且组织成立了一个蒙江联合委员会 让这三家协同管理属地 德王呢 就是异常反感这个名称 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独立主义者 他认为这蒙江中这个江字 其实表达了自己是中央政府的这个边疆啊 你日本人不应该让我精神也独立独立吗 但是你觉得一个日本人会在乎一个傀儡头子的想法吗 况且这个日本想要的是全中国 你要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这不还得是僵吗 所以当一个傀儡国的领导 你得明确自身定位啊 被包养就别贪独立人格了 1939年日本可能是被猪油蒙了心了 对苏联下手了 发动了诺蒙汉战役 结果惨败 败了不要紧 他怕自己捅楼的招致报复 所以紧张啊 就想集中这个内蒙的力量 来抵御苏联和外蒙古可能发动的攻势 于是上门那仨自治政府呢 就顺势合体 蒙江联合自治政府正式诞生 为了强化对核心地区的控制 改政府首都从呼和浩特牵制的这个张家口 这仨政府的旗本来就那么几个颜色 捣唤来捣唤去 合成一个政府之后 还是那几个闪 但是这个旗你非说 他也有说到啊 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民族 蓝色是蒙古族 所以你看蒙古军政府的底色是蓝的 黄色是汉族 近北和茶南的底色是黄的 这就说明了以什么民族为主体 白色呢代表着回族 红色呢代表着日本 你看不管他们其他这几个颜色怎么调换 这红色都是在第一个和最中心的位置 所以你看这个旗也能看出来 这几个政府到底啥成分 这个蒙江联合自治政府的一把手 当然就是德王啊 当然还有个副手啊 叫李守信 负责替他长兵 这俩人一直以为自己还有点操作空间啊 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发现自己说话完全不算数啊 于是又想起委员长的好来了 1939年他们居然通过戴笠和国民政府取得了联系 蒋介石勉励他们继续狗诈 等待时机 但是这个国军的情报机关偶然间被日本人察觉了 俩人私通国民政府的事情东窗事发 日本本来是要重重的处理他们 但是出于稳定治理这个角度考虑 放他们一马 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 这俩人又跑汪精卫那要自治权 结果还真要到了 当然日本人也不可能把这块核心区交给汪精卫 蒙江政府可以在公开场合呢 打自己的政府旗 并且采用成吉思汗立法纪念 一直到1945年前 这个蒙江政权也就是偏拘异于啊 碌碌无为没什么大动作 45年8月苏联展开了8月风暴行动 一面进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韦满洲国军队 另一面呢协同外蒙军队推进至成德张北一带 德王和李守信逃亡北平后辗转到了重庆 寻求国民政府庇护 国民政府答应了他们的庇护请求 每个月给你发点钱啊 别再闹事就可以 抗日战争结束后呢 解放战争爆发 在北平被解放前夕 俩人看准时局有大变动 又跑了去搞自治运动了 并且向国民政府请愿表示可以侧应国军 但是国军这时候自己都焦头烂额了呢 还顾得上一个小巧德王呢 1949年8月 德王自己搞了一个蒙古自治政府 但是被解放军迅速解放了啊 德里二人逃往蒙古 但随即又被引渡回中国了 1950年 二人作为蒙江首要战犯 被关押在了张家口参加劳改劳动改造 那么到了1963年呢 被特赦释放 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年为内蒙古地区历史研究文化建设 做出了一些贡献 很多历史问题啊 它其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多重因素 多种方面长期影响的一个结果 包括蒙古问题其实也是一样 其实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地缘问题 包括苏联为啥非得把外蒙古分化出去 甚至到今天为止 国际间的各方势力还是盯着这块不放 重点都在地缘这儿 说到这个地缘啊 我有感慨 不管是研究者还是爱好者 都应该有这种感触 就是地理和历史真的关系太紧密了 所以明年我们也有个计划 有之前的动态我们也发过 我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 去亲身实地的到我们生活的 这片土地的角角落落去看一看 并且用视频的方式分享给大家 关于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会在这个账号 火牙青年这个账号上进行更新 欢迎大家关注 OK 如果你觉得视频开始得劲 麻烦那种小水键三连 以后还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